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欲哭无泪的一个讯息呢 先介绍来宾好好的挑战下去 首先介绍资深的媒体员王瑞德 熊慧好 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员胡夏成 大家好 艺术史学者邱简一 大家好 军情航空网站的总编室夏伟 熊慧好 大家好 还有前民航机师于浩伟 熊慧好 大家好 好 这个呢 这一次呢 修法的这个结果呢 最大的一个这个问题点呢 就是在于呢 这个以前呢 监听一张票呢 这个我可以通通听到饱了 已经取消掉了 你要申请一个人 就只能监听一个人 他中间讲到什么其他的事情呢 通通都不能够当作证据 我们先从新闻来看起 前新竹县长林光华 也出现控诉特征组烂权 从他担任省政府主席 到立委期间 两只手机都监听 时间长达四年多 2010年7月结束 但直到去年12月 才收到通知书 而且意外发现 连他84岁的邻居兼牌友 也遭殃 但随着立院修法 未来再也不准 一票听到饱 修正通过 新版通保法规定 监听票必须检方签立案 有申字号或他字号 才能向法院申请合准 而且一张票只限一人 如果监听内容与目的不符 依法销毁 不能另做他用或政治真房 这次修法 不只因为九月政真 以及特征组监听立院风波 还因应日月光废水案 新增了黑心厂商条款 厂商如果任意弃致 有害废弃物 或者窃取铃木 检方也可以依法监听 以重大犯罪模式打击不法 好 所以一时是说呢 通过了修改了这个法之后呢 以后政治人物呢 就可以尽量开心的脸宵威啊 或者是哈拉天南地北 都不用担心呢 讲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呢 被当作其他的案子的一个 呈堂证供了 所以这样子呢 对这一个司法检调单位来说 他们要complain什么呢 是不是以后办案 他们是抱怨说 真的会很难办下去 是这样吗 瑞德哥 如果破案只能靠监听 那么这个破案机构 显然就废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个检察总长黄世民 是这一次为什么 这个通讯级监察保障 这个相关法律 会进行这个修改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嘛 因为他呢 把监听所得的内容呢 以为把它拿出去 夜奔总统官邸 拿给总统看嘛 引发违法乱纪泄密 还有滥用监听资料的 这个嫌疑 然后尤其是他的特征组的 特他自61号 竟然侦办一个 高等法院法官的贪污案 竟然可以无限制的吃到饱 而且一年饱过一年 越咬越多 人越来越多 对 我以前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被监听的人呢 他没有收到 这个案子结束 没有收到监听票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自从有这个 所谓的监听法了以后呢 他们都便宜行事 随便他们再怎么听 怎么给怎么发 都是引导的事 所以台湾的人群 就被他们给强害了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破案 说以后会影响破案 就拿这个当作借口 在这一次的修法过程当中 除了落实监听票 一张只能监听一个人 本来就是合情合理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只是以前你们的共同做 肉掌 那一次听到饱的做法 你们是这样做 所以现在落实 一个人一张一通电话 这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那你会说那要开很多张 那你就应该申请很多张去听 很简单 按照法律的规定 每次申请一张的话呢 法官就要审核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落实 这个所谓的法治精神 然后呢 他们其实这个警方也好 调局也好 海巡署也好 反弹最大的是有关于 包括除了监听之外 还有包括所谓的通年记录的调阅 因为过去警方这边的说法是 因为最近这个所谓的诈欺罪 一直这几年来居高不下嘛 那你要调阅通年记录要最重 三年以上本刑 然后呢 再加上等于说你要经过 以前是以前啊 可能上级长官 批准就可以了 现在要经过检察官 乘法官 就跟搜索权 这些这个所谓的搜索权 意思一样 很麻烦 会时效 会有影响 事实上 如果是犯了十年以上的重罪 包括掳人的罪 包括杀人 包括毒品等重大贩售毒品的组施案件 这些还是可以由检察官 全权立刻下令掉 这个所谓的通年记录 以前警方自己就可以做了 现在不能做 我们现在的情治机关 在过去这十年里面 大举的太依赖所谓的科技办案 台湾现在如果发生了重大刑案 监视器拍不到 监听的通年记录里面 听不到也查不到 你就死了 就完了 就完了吗 是这样吗 就完了吗 因为我过去是 所谓救刑的监听法的受害者 我其中当过受害者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最大问题在于你的检察机构 你有没有所谓的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才是所谓的 它根本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当你开始在要求 一人一张一罪 这种情况 一人一罪一张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对没有错 你真的要防闭 但是有没有 道高一尺谋高一丈 过去的时候 监听法的时候 也规范很清楚 我还是被人家当作毒品 那小马 照样违法监听 你想想看 所以我跟你讲 最重要在于 你到底检察机构 有没有这个依法行事的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另外有没有检核制度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 会觉得台湾呢 以前的这一种 偏依行事的这种做法 很离谱吗 其实呢 在中国大陆 也就是对岸 发生来的新闻 更离谱啊 怎么说呢 就是为了打周永康这一只大老虎 现在呢 央视的女主播们呢 新闻传出来呢 是一个接一个 接二连三的 被抓进去调查了 啊 怎么回事呢 到底有什么关联 难道真的跟先前所传闻一样 这一些呢 在央视里面光鲜亮丽的女主播 都是一棒接一棒 这些新闻媒体工作者呢 在这个所谓的央视后宫里面 爆新闻吗 孝诚哥 那个中共中央界地委员会 最近在打这个周永康 这是大老虎的时候 打了半天之后 要打了一些小鸡啊 在旁边一只小鸡这样子 都打 那根据那个大陆的媒体 所揭露出来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资料显示 就说他们有做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 他把周永康 取了一个绰号 他说因为周永康有没有 年轻的时候有没有 精力旺盛有没有 然后呢 成立于美色之中 所以给他取了一个叫 百鸡王这样的一个绰号 百鸡王啊 老虎突然间变鸡了 那另外呢 有鸡的话 是不是要有鸡场呢 对不对 那停鸡场在哪里呢 他们就讲说央视 央视 这是我非常敬仰的电视台 这是停鸡场还是养鸡场 都有 都有 停鸡养鸡都可以 反正就是个鸡场就对了 然后这个鸡场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央视 他把央视视为叫做周永康的一个后宫 这些话吗 央视不是看电视 电视台 对啊 电视台 对啊 那根据我这是大陆媒体的 这不是我杜传的 他是这样讲 这个是这样 那周永康有个小弟 叫李东升 过去是央视的副台长 在他当央视副台长里面的话 就扮演了三七仔这样的一个角色 帮周永康跟薄熙来 就介绍这些所谓的主播跟主持人 然后呢听说有没有 他们的关系非你寻常有没有 有表兄弟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什么呢 这是非常让人家 也不知道是称线 所以就是一起玩游戏的意思吗 对 你像例如他怎样 他就讲了一大堆 这些这是大陆媒体 我给你讲 反正是非常 反正是非常尊重女性的 上面就这样讲 他说你看 央视有个主播叫贾小叶 有没有 他是周永康的太太 那他1970年生的 重点就在于 周永康有一个儿子叫周斌 小他太太两岁 比他小啊 也蛮嫩的 后来之后呢 结果因为这样 李东升的样子 从中的穿针以线的媒介之下 央视过去有个主播 有没有叫王小 这个念鸭吧 王小鸭有没有 嫁给了那个中共的一个 最高法院的院长 叫曹建民 这么嗨啊 后来之后呢 最近呢 大家传出来就说 其实还有另有别人 还有别人 还有别人呢 提出来这几个人呢 就其中了三个人 哪三个人呢 一个就是所谓的 央视主播叫叶寅春 后来转成主持人 另外一位主持人的话 也是由主播转过去 叫沈斌 这两个人有没有 主持人 还加上一个叫李小萌 这样子的一个主播 都被抓去调查 全部都被抓去调查 调查什么呢 调查在李东升 担任央视副台长 期间的时候 他们跟周永康 还有薄熙来 这些高层官员之间的 能够关心什么 还有这些人 是不是所谓的 俗称的公共情妇 会这样调查 但有可能冤枉他们 有没有可能误会了这样子 有可能是误会了 我也是蛮希望误会的 你看每个都长得还蛮正的 都是那个 雄辉你最爱的 那个感觉 其实都姐姐 也都是这样子 不过过去我们曾经有看过 一个就是被大家点名点的一个 最严重的一个 其实有没有 就是张伟杰 这是薄熙来的情妇 至今夏洛伯雲 传闻说 现在还是不见 对 因为他那时候传闻是说 他那时候怀了孩子 怀了孩子之后呢 结果后来之后 曾经有要找薄熙来 有没有 希望能够 不知道在瞧什么事情 就一瞧就瞧不见了 至今夏洛伯雲 有一种说法是说 他遇害了这样子 有另外一种说法说 其实他是被人家 保密的保护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如果一个电视台 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太离谱了一点 但是同样离谱的是 马来西亚也有 因为他们的这个首相 现在呢 有得到了一个称号 这个就是空心菜首相的一个称号 干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执政的一个期间 马来西亚的空心菜 越卖越便宜 所以让民众呢 不管是热炒还是料理 都非常的两相宜 应该是很好啊 这个从这个农业发展 到福利民生的事情 为什么会说很离谱呢 听下去就知道啊 这个马来西亚的首相 纳吉拉萨克 他也很巧 他当了五年的首相 跟我们马来西亚中央也是五年 刚好又五年嘛 也是刚好 也是五年 对啊 那事实上呢 这个纳吉拉 他自己本身呢 他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他从上任以后 国内的物价 民生物价 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呢 到后来啊 当然媒体啦 然后舆论的力量啦 民众大家都在骂他 他有一天被骂了以后 他很生气 他说你们都只会啊 民众跟媒体只会在涨价的时候 骂我对不对啊 空心在降价 你们都不讲 你知道吗 就此话一出啊 马上排山倒海而来的 就是他成了空心菜的首相 怎么说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会降价空心菜 其他不行 难道整个马来西亚都 三餐全部要吃空心菜吗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他批评他是空心菜 网友也好 然后舆论也好 大家都骂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知道可以吃米 不知道米给 你不可以只挑 那种对你有利的 空心菜的降价来讲 对不对 当其他的物价 起飞的时候呢 你不注意到这些 老百姓对你在政治上面的 这个执政在野两党的 或者这些党政党的斗争 其实没有那么深高的兴趣 可是问题是生活 生活首当其冲 就撞到我日常生活 比如说这样讲 台湾马上过年了 那现在什么东西都涨 万物其涨 鸡也涨 然后油也涨 电也涨 对不对 瓦斯也涨 然后呢 瓜子也涨 花生也涨 什么都叫佛跳墙也涨 什么话都涨 薪水不涨 对不对 在这种状况之下 老百姓日过得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埋怨 他就会生气 当一个便当涨到八九十块 一个不够吃 还要你还叫他去吃两个 可以啊 那下一个你要办法补贴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老百姓日过得苦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的愤恨 就会不断的燃烧 好 如果是一个聪明的执政的人 至少会跟你一鞠躬 讲一下好听的话 来呼嚨你 来骗你 让你爽一下 这个就好像他说 可是空心菜有降价吗 跟我们总统不是也这样吗 我们总统讲过一句话 当大家都在干扰他 民调掉到九点二%的时候 他讲说 台湾跟日本 签订了渔业协定的以后 有利于我们捕鱼 所以台北市有一个 开日本料理店的老板跟厨师 写封信给我说 因为这样子 他们加汇 他们得到好处了 为什么 他们的成本就降低了 对不对 他觉得好高兴 有人肯定了他 可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背后是 那请问你有没有去查一下 这个日本料理店的老板 成本降低了 那他的刺身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就降 把一盘从200块降到150了吗 他有没有加汇到其他的人 有转移到其他的人 现在最恐怖就是 老百姓切身之痛 他的日常生活所用品 政府有没有真正知道 苦民所苦 还是让老百姓苦到极点 你就不会觉得 有更苦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其实好像 手相常常失言的话 好像也不是太好 但是这样的离谱的事情 再看下去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我们讲说如果平常 人民众一时头昏 搭错车上错飞机 偶有所闻 就算开飞机的开错了路线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但都还来得及修正回来 偏偏在美国就发生了一个新闻 这个飞在飞机上面开飞机的 不管是正驾驶副驾驶 还有所有的乘客 一路飞到了降落都离开这个机场 才发现他们飞错地方了 有这样子的天方夜谈吗 我们今天有专业的机师 当然问浩伟哥 这个问题也是 我个人认为是会发生 是有发生的 有两个原因 当然我以前飞时绝对不可能 因为我还算蛮小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飞机 除了我们现在 例如说台湾来讲 打比如说从台东机场 飞蓝雨飞绿岛那种小飞机 它不用电脑 所有飞机全部都要怎么样 你要用电脑输入 所以我们电脑输入的时候 我们会依照国际民众组织 叫ICL代码 熊哥你看现在 我这边有写两个机场 一个是RCMT 一个是RCMQ RCMT来讲的话 代表是马祖机场 比如说我从那边起飞 我就输入RCMT 如果说我落地机场 就是用代码来替代 对那种代码你要输入进去 但是你看没有 这两个代码有没有 MT MQ是不是很接近 差一个字 但是飞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就差很多 再加上如果说像他们那种 在美国或在国内以上 因为小飞机 它飞很多批次 所以怎么人员会疲劳 人员会疲劳的话 再加上一些公司制度 没有说很健全的话 加上输入检查 例如说我以前飞的话 我输入的话怎么样 另外一个人会检查 然后另外一个人输入的话 我会检查 我们会做 彼此要检查就对了 互相检查 那如果说像国内线 我不能说他们没有做 不是说我们这个国内线 可能美国这件事情 他就输入检查 那代号很近 哇 输入一下 就由东边就飞到西边去 所以那就代表两个 都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输错 有这种可能 人会出错嘛 还有一个可能是怎么样子 这两个机场太接近 我们台湾就很明显的 就是在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 因为他旁边是军用机场 所以军用机场废掉 虽然我们心里蛮难过 因为以前五大队在这边 823空站都是五大队 他们几乎都他们建立 当然嘉义也有F-824去打 但是你看两条机场是不是很接近 曾经我们就有学长 那时候桃园国际机场刚刚盖好了 就真的降错了 就降错 还降错的话很麻烦 因为他机场很宽很长 所以降错绝对安全 很麻烦 你的飞机你人员不能下飞机 为什么你出境了 你没有入境怎么样 不能这样子啊 要到桃园他派拖车去 拖飞机拖车把那F-5E给拖回来 因为他有个人要联络掉 他耽误更多时间 耽误更多时间 要把他让拖回来之后 你才可以下飞机 所以我们的那个时候 我们学弟就 我们的同学就吵吵他 诶 学长 你出境了 不简单 你出境了 所以就是有这样 是其实人为的一个疏失 不过我们讲说呢 飞机开错了路线 好了 这样子还算是小事情 那如果飞机飞到了一半 突然间听到广播问这个乘客说 你们有没有人会开飞机的 这像话吗 真的就又是发生在美国 原来是因为这一个正驾驶 在飞一飞机长 突然间心脏病发作 竟然跟旅客求助 那就要问那副驾驶到哪里去 这样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难道真的要靠别人 这样随随便便 飞机就可以停下来吗 继续问号 我就举我自己例子 还好我现在不飞了 我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也装了三支新导管 哎呦 装在心里面啊 对 等级是跟我们的 李登辉总统是一样的 哎呦 这么高大 那很诡异之识都爱 所以现在人吃得好 所以你不要看空情体检 每个人检查都好像很正常 不对 他可能会像这种心肌梗 才会忽然发生的 所以我现在在一般的大学 也在推就是说 鼓励现在年轻人 因为现在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是说 从事于飞行这个机会 所谓就是说你去坐飞机 的机会很多 哪天你搞不好就碰到 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故事 我以前不知道看什么影片 就是两个暴徒 把政府机长给杀死了 空姐一看 哇 后来几个空姐还算不错 可能有人练过武功 把那两个暴徒给制服了 也把他杀死了 一进去看 哇 傻眼了 政府驾驶 对 流血昏在那边 哇 那怎么办 没人会飞 在那边惨叫 后来就听到无线电 他把无线电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呢 有人通 后来就是 因为那个航管人员 就叫了一个正驾驶 在地面上坐了747 交导他按键按 所以我现在都在推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 我们现在飞行 真的是起飞带一杆 带一杆之后就交给 自动驾驶去飞 就像我们的画面 这个自动驾驶在这边 我们起飞会把飞机长 一带一杆起来后 就靠这套功能控制板 所以只要飞上去就没事了 基本上电脑都会帮你出 如果说机长也有把自动驾驶接到 这批如果说他自动驾驶没有坏掉 原则上来讲的话 我可以做自动落地 什么意思 我靠转这些钮转转之后 连降落都可以自动落地 就是转这些钮 转这些钮转转就可以 所以我现在就在鼓励说 像一般年轻人或一般 因为我们大家从事旅行很多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我都在各大院校 现在只有一所学校 接受我的意见 有教我去教课 这个东西你这样教了以后呢 难不保哪天你旅游的时候 正副驾驶可能因为吃了东西 虽然我们吃不了东西 中毒了 怎么样 这时候在一广播的时候 有没有人会飞 你出去了 因为你曾经有按过 就按了以后 按照 但是我说 这是模拟的 但是当然是非常时刻紧急的状况 你就可以用得到 因为你会去压 这这么容易啊 对 例如说这边有个叫Approach Mode 这是个面板 是个747的面板 虽然不太像 因为我是用电脑微软软体 这Approach Mode 你只要选对 把机场选到之后 选它IOS 就是一套仪器降落系统 选到之后 那MOD一按了以后 你可以吹着口哨 飞机自己会落地 自己会降落 但是还要做一件事 你要把它求一下 就是它的 要把它放下来 刹车要踩 要不然它一落地 我要完了 机腹着落 人要受伤了 所以就靠这张面板 所以我说 现在我们从事飞行机会很多 一定要靠 你有点这个knowledge 所以才会 旅游也会安全 所以这边就告诉大家 原来飞机现在 真的是科技很进步 电脑都可以帮 非常大的忙 先烧二篇个广告 回来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国附的海军 有做了一个15年的 一个整舰的愿景 既然提到将来 一任爱台湾 要用国货 要用我们的天工飞弹 来取代标准飞弹 怎么回事呢 马上回来 好 台湾的海军 日前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15年的 这个整舰愿景的报告里面 既然有提到 将来呢 所有军舰上面的 这个飞弹 一定要爱台湾 要用国货 要用这个天工飞弹 来取代标准飞弹 不再依靠美国人了吗 是这个样子吗 这个新闻有什么好争议 或者是可以去 好好评论一下呢 能问下尾 这个新闻的出点 是来自于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海军 目前最重要的 这个主力作战舰艇 是属于基隆级 也就是跟美国买的 那个 那个既得级驱逐舰 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 成功级巡防舰 因为成功级现在有八艘嘛 那未来还要再跟美国买 四艘泰除的 美军泰除的 然后拿到我们这边来这个用 那但是这上面的武器系统 有一个部分的 就有问题了 你看像现在影片上看到 它后面这边有个 飞弹发射架 对不对 这个是MAC-26 这个标二飞弹发射架 那另外呢 成功级上面 它用的是MAC-13 以及搭配一种叫做 标准一型的防空飞弹 那它其实里面整个 我刚刚把录音的内容 彻底听了一遍 它其实说 因为未来呢 标二其实本身比较 没有具有这个授旗的问题 因为你看现在美军 还在用神盾战斗系统 对不对 神盾战斗系统 就是跟标准二型 防空飞弹匹配的 所以短期之内 未来十年到十五年 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标一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美国海军 已经把标一太除了 虽然说标一跟标二的火箭段 就是它的火箭马达 就是那个弹头以下的 这个部分是同一个 那但是呢 它弹头以上的部分 如果它一旦自己 美国本身太除不用了 那隔几年之后 它可能就没有新的 这个东西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有 同业就认为说 那这个样的话 应该是如果要拿 什么飞弹来换 我们呢 只有天空飞弹来换 所以不是海军讲的 是媒体报的 也应该说是 可能说因为他们 我整个听这个录音的过程 我发现它换那个 应该会里面换那个 就是那个powerpoint的 那个slide换得很快 所以可能没有听 就是很快就讲过去这样子 我们这个可能要放在 还可以这样子 对 可能就没有讲得很清楚 让大家听得很清楚 对 但是我可以听 很确定的就是 它目前是说 基本上来讲标二没有问题 标一的确未来会产生问题 对 而且我们还要再增购四艘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考虑到 那未来怎么样来去把 这个标一做一个更改 其实以目前在这个 国际军火现货市场上 有一种飞弹叫essm 就是先进海麻雀飞弹 那因为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政府有这个 那个国策嘛 也就是基本上 能的话尽量以国x国造 也就是国家能生产的 尽量国造 那现在之前也有一个 那个就是 康定级飞弹的性能提升计划 说什么呢 要把那个我们这个 空射的天舰二型 那个飞弹呢 它要把它改装 要把它装到康定级上面 那其实如果你康定级 装了这个 天舰二的这个飞弹以后 它这个天舰二这个飞弹的 这个角色 跟未来在舰上的性能 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美国那个essm飞道 会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个人认为 它其实应该 指的就是这个 标一的这个系统 标一的系统 万一10到15年之后 美国人这个 因为飞弹停产 这么久了嘛 也不用了嘛 那零件也停止供应了嘛 那我们也就麻烦了 就要换掉了 对 那但是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换成 天舰二型的建设型 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 眉目了 就代表就是说 我们的康定级已经要先换 康定级换完的成功级 如果它的标一 借了售齐了 然后再加上美国 又停止供应零件 那当然就换我们自己 做这个标一嘛 但其实 我们现在这个 天宫二型这个飞弹本身 它其实 因为它的导控雷达 是长白雷达 也就是其实 那个长白雷达 它本身是一个 所谓的陆基型的这个神盾 这个就是天宫飞弹 它的那个影片上 天宫一型 天宫一型跟天宫二型 它当然最大的差别呢 天宫二型是所谓的 天宫一型的这个增程型 而且天宫二型 它是采取阵地式的垂直发射 也就是从一个 类似像发射轿一样 由下往上发射的一个发射轿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未来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海军 如果真的是发现 觉得天宫 来装到军舰上的这个效果 可能甚至比我们刚刚前面 讲的一大串的 这个ESSM这个飞弹 要更好的话 那当然他们对这个船 本身的这个改装 就会比较大 我们刚刚讲到像成功级 全部都不一样 发射飞弹都不一样 可能要把它这个前面 整个装一个这个垂直发射系统 才能够打这个天宫二型 这个飞弹装上去 好所以我们这边 有这种相关的军武新闻 当然中国大陆有更多 现在的美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都证实 中国大陆在不久之前 已经成功的试射 一款新型的这种飞行载具 而且它的速度快到吓死人 也就是每个小时 超过一万公里的速度 如果真的测试成功的话 我们就要问美国人会不紧张吗 因为这代表没有任何 现在所知道的防御系统 可以把这么快 超过音速十倍的飞弹 给拦下来 的确这个新闻出现以后 其实马上让人家想到 发生在台海飞弹危机的一件往事 又是那件往事 对 那时候美国海军派一艘 这个神盾巡洋舰 叫Bunker Hill 碉堡山 停在我们的小琉球外海 去看大陆打这个飞弹 这个大陆飞弹发射以后 你就看到它上升以后 然后飞过来 然后等到它要重返大气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小事情 美国人后来好几年之后 才讲到有这件事情 但那件事情虽然说 他们前面都是讲 所有发出来的新闻讯息 都说那个碉堡山 因为他们刚做了性能 提升之后 第一次抓到了 这个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他们很开心 但是其实抓到了 那个飞弹之外 有一件事情 让美国人其实吓了一跳 有什么事 那个飞弹在重返大气前 对不对 弹头翘起来了一下 翘一下会怎样 翘起来就代表说 它已经不会按照 传统的那个弹头的路径 就是我们一讲 一个所谓的抛物线弹头 你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代表说它翘起来之后 它可以重新进入 再进入一个 比较低层的轨道 进行滑行 进入低层轨道进行滑行 这就不得了了 就代表说 你原本可能预估了 那个落点 对不对 它这样打过来之后 你可能原本 假设以台湾 以为在这边 可能它可能原本预估 它打到高雄 对不起 它在进入大气層之前 它翘起来之后 它在低轨道之后 进行一个 十倍因素的滑行之后 它可能到台东掉下来 甚至可能站远一点 蓝宇掉下来 那你就防不了了 你就防不了了 基本上来说 就打破了 现在所有 飞弹防御系统的防御方式 你看就像现在 发射了以后 对不对 它可能看到这边 对地面开始进入 原本你看它这边有血 就一般正常的弹头 是这样掉下来的 但是它这个时候 突然这样翘起来了 然后进入这个 低层轨道滑行 然后跑到这边去打船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就真的测试出来这种 时速超过一万公里 对那个hypersonic 就是超高音速的 这个滑行 这个载具的这个测试 当然你说这个东西 美国人有没有 美国人早就有 早就有了 对美国在1970年代 80年的年代 就做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你知道 美国人跟当时的苏联 大家都说爱好了 我们大家就讲好 不要弄这个东西 免得弄到大家将来 都没办法防 为什么 因为当时美国人 跟苏联人知道 因为我们彼此拥有的核弹 已经足够把你对方 进行一个所谓的 相互保证毁灭 就不要那么多 恒生之劫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像这种 地对地的飞弹 我们能够 就不要真的打起来 就冷战就好 冷战就好 不要真的打热战 对那打热战的话 对不对 毕竟你就必须要 彼此都能够知道 我有什么 你有什么 才不会造成误判 但是你看现在 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 率先打破了 这个原本的 我们讲这个balance 也就是这个平衡 现在变成说 老共有了这个 可以重返大气 进行低轨道滑行的 这种高音速的这种东西的话 那美国怎么办 所以现在你看他搞 什么TMD NND 什么东西 全部要拿回去 重新再搞 都没有用 这么快的速度 就揽不住 对 当然你说 他是不是说 这整套系统 会因此而废止 或说 因为整个就放弃 就不要了 我个人觉得也不会 但是他应该会按照 原本的这个 大陆这个新的这个趋势 去做些修改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这些东西 美国人其实通通都知道 也就是他其实 以前在十几二十年前 因为他为了要跟苏联 签这个 就是他宪武谈判 做那个签宪武条约的时候 大家彼此都知道 哪些东西你不要去弄了 弄了之后 大家后面又要发 攒一大堆东西 来防这些东西 不要 大家不要花那么多钱 所以限制限制 彼此都限制 但是现在情况就变成说 有人打破了 原本大家的这个限制 所以伤脑筋 美国人可能要重新再搞 但是你说 美国人 他要重新再弄 他知不知道这些技术 因为之前我们刚刚讲 四十年前 他也做过了 类似的研究跟技术 当然你说现在 他必须要重新再做一些 有一些那个模式 或说一些资料 参数等等 他才能够去修改 他的这些这个TMDA MDA 把这种飞弹防御系统 但是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东西 打破了原有的这个balance 让现在未来的这个国际 包括在这个弹道飞弹 这个扩散上面来讲 我觉得会投下一个新的变数 好 所以遇到了问题 人就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不只是军武科技 就连考古的文物也一样 因为在50年前这个埃及很有名的这个亚斯文水坝 盖好之后放水 放水会怎么样 就会把所有珍贵的埃及的文物 通通都永远的沉没在湖中 在水坝里面 那怎么办呢 如果那个时候呢 这个联合国的相关单位 没有动员 想办法救出一些东西来 损失会更惨重 到底都损失了些什么东西 邱老师 是这样子的 1971年的1月15号这一天 在亚斯文这个地方 有个水坝落成了 距离现在大概43年前 那这个是 这个水坝落成这个事情的话 埃及当地的话是举国欢腾 为什么呢 我们去看一下位置 这一个是亚斯文水坝的位置 它刚好位于尼诺河的上游这个位置 而在更上游这个地方 就所谓的淹没区了 而这个水坝的进程以后 它可以解决 下游所有的几千年的水患问题 而且是农田灌块问题 一并解决 所以其实盖的是对这样的环境是好的 对下面是好处的 可是上面这个地方的人的话 就开始运程载道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 就在亚斯文水坝的上游淹没区 一直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比较蓝色的区块里面 从这个一直往上 事实上一直到更往南这个地方 苏丹这个国家 全部都在这个淹没区里面 整个淹没区里 所以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都被淹掉 全部在河谷里面 这个淹没区的长度 告诉各位 整整长达400公里 那400公里有多长得知道吗 我们台湾岛的话 从头淹到尾的话 还不到400公里 300多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400公里的范围之内 全部在淹没区里面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对于亚斯文的上游这个区块里面 造成一个很大的浩劫 不只是生态的浩劫 还有包括是所谓的这个居住区里 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河谷区 那这个粮原本是住了 所谓的这个游户民族啦 还有一些农田 全部在这个粮淹没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地人是怨声载道了 但是呢 这件事情也导致了 所谓的这个文物上的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怎么讲呢 因为就在亚斯文水坝 上游淹没区的这个区块里面 原本就是古埃及时期 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叫奴比亚区的 16座神殿所位置所在的地点 统统在这个地方 盖的时候不知道它会被淹掉吗 知道它会淹掉 可是埃及人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年代 细约1971年嘛 当时埃及的话 以军力国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水坝一建成以后 对国家有利 经济有利 但是文物的部分的话 那就算了这样子 就算了 这其实我们看张照片 这照片是我自己拍的 这张照片是在 大概在五年前左右 这个坐飞机 经过这个上游这个地方的时候 从飞机上往下拍 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湖 实际上它原本不是湖泊 原本这是山谷 这原本是山谷 那在这个山谷的 上面这个地方 有两座神殿在这个位置 那这飞机的翅膀 我在飞机窗户这样拍下来 那为什么我这样 给各位看张照片呢 是因为这两座神殿 就是大名鼎鼎的 在淹没区里面的 我们现在叫做 阿布森波这个神殿 那阿布森波神殿 它建成的时间 距离现在是3300年前 3300年前建这个神殿 原本它是位于 在下面这个河谷区这个地方 那因为它是在水坝的淹没区里面 所以说后来从水坝淹没区里面 往上拉 是把它给救上来 把往上拉 对 那有关于 这个淹没区有多大 亚洲文什么淹没区有多大呢 其实在淹没区里面的话 事实上的话 这个水坝淹没区里面的话 我们看下张图片 在下张图片里面的话 哪一个所的淹没区里面的话 从这个亚洲文 直接会淹到这一个 阿布森波这个地方 整整是290公里 那290公里这个距离的话 那么水深 会在距离这个什么 那个大概60公尺左右的这个深度 那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 而我们这个照片看到这个地方 它事实上就是阿布森波神殿 原本从这个地方移上去的 那个原本那个位置 原始的区域 对 那有关于这座阿布森波神殿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其实告诉各位观众 其实这座神殿是3300年前 由于一位法老 叫做拉美西斯二世所盖的 那在3300年前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区块 原本是属于古奴比亚人的 这个游户区的范围 那在3000多年前的话 在这个地方 由于是因为这个旱灾的关系 所以原本住在 更南方位置的奴比亚人 他们开始往北方迁移 后来就跟埃及的领地重叠 那奴比亚人跟这个古埃及人 曾经发生长达 大概100年的战争 后来大概在3300年前的时候 这一个拉美西斯二世 这位法老 他动员了全国44个省份 动员15万部队 然后打了八年战争 就把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奴比亚区 整个占领 所以这个离王 原本不属于埃及 它是属于外国这个区域 当时的那个法老 非常快乐地讲说 即便连尼诺河的河水里面 都可以尝到鲜血的味道 据说杀了几十万人 那如果说各位观众 如果你有兴趣 到这个地方去看的话 你会注意到 就在神殿的大门口的两边 就跪着两排的人 他手被反绑在后面 就跪在神殿的前面 刻在墙上 那一群人的话 就是被征服努比亚人 所以这座神殿 有一点像是威吓 这个古努比亚人这种情况 而且这座神殿 是人类有史以来 盖过最大神殿之一 高度38公尺 近身有56公尺 所以在这个亚瑟兰水坝 兴建完毕以后 准备把这个神殿给淹掉的时候 当时联合国教科学 总是吓一大跳 怎么可以淹掉呢 你这座神殿的余子 怎么可以淹掉 所以就在这一个 西元1966年那一年 联合国教科学组织 动员了26国的考古队 开始对这个地方 进行抢救工程 那还好有救 有救对的 可是要救这个神殿的话 可不容易 因为我刚刚讲 这座神殿高 这个38公尺 对不对 近身56公尺 最糟糕的是什么知道吗 这座神殿不是盖的 它是挖出来的 整座山 把它挖空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说 你要抢救它的话 你怎么做知道吗 整座山的话 连天把它挖空 往上拉这样子的 往上拉 所以这个工程 非常的巨大这样子的 那这工程的话 我们知道 它总共搞了四年 那这个是 第一座神殿的外观 阿布森佛神殿的外观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那个 当年的 这一个 这个新建的过程 那这个是它的内在 那这座神殿 为什么说这么重要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座神殿 你看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 你看到的是 从外往里面看到的情况 而这个是从最里面 看出来的情况 所以这个雕像 跟这个门是相对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座神殿 被誉为工程界的奇迹 因为在3300年前 干这个神殿的时候 它呢 这个每年的2月21号 跟10月21号那一天 光线会从外面 直接照出来 直接把在神殿内处的 这一个 深处的这一个 拉美西斯二世本人 还有当时的 那个埃及的守护神 阿蒙神 怎么照亮 这么准啊 很准很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3月300年的奇迹 所以当时联合国 就想要把这个地方 把他请坐回来 那当年动员了 很多很多人力 那这个动员人力的话 其实很惊人的 来我们看先张图片 那这个是在这一个 把这一个 这个神殿 挖山之前的 这个现场 你看前面这个地方 就是款国队 他们的那个 住的帐篷 那你们注意到 前面这个水已经过来了 那因为当年 1966年的时候 水坝兴建 这个水已经开始 往上淹没了 所以原本这个地方 应该距离水面的深度 应该有大概 就是那个河水的高度 应该相近有 这个20公尺高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 水几乎应该要 跟神殿同高 这样子的 所以口口队 当时建筑这个地方 准备把这个整座山 给挖掉 那下张图片 我们再来看 那这一个 是当年 正在这个 切割这座山的过程 你看到没有 整座神殿的 那个头像部分切割 身体也切割 那总共呢 这个 它切成大小不一的石块 最小的石块的话 据说是两公顿 那最大的石块的话 将近有十公顿这么大 那直接往上拉 往上拉 从下面 拉65公尺 拉到那个河谷上面 那个山坡上面去 重新把它这个 安排好 那另外的话 下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话 他们在把它 这个兴建的时候的话 他们首先 先建一个巨弹 这是一个巨弹 那巨弹该要有的话 其实呢 我们现在看到神殿 就是包在这个巨弹的外面 把它包起来了 那告诉各位观众 如果说你有信心 到这个地方参观 这个人类的奇迹的话 你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你进到里面参观的时候 你可能认为说 神殿嘛 在里面让让没关系 在里面扣鼻孔 剃牙之类的东西 我告诉你 这个神殿里面 是中空的 里面有最现代化 建设仪器 你讲的任何一句话 做任何动作 全部都被录下来了 所以这么高科技 是人类工程的一个奇迹 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 盛竹如说新闻 要告诉大家 也是一个人类科技的奇迹 人类飞行的一个奇迹 因为那一个空难 竟然最后可以全部平安 来看看这个哈德逊河的奇迹 历史上的今天 2009年1月15日 美国全美航空的班机 因故迫降在纽约的 哈德逊河上 由于机上150人 全部生还 被媒体誉为 哈德逊河的奇迹 这架编号1549号的 全美航空客机 是从纽约起飞 中庭夏洛特 最后飞往西雅图的 美日定期航班 但历史上起飞的今天 不久还在爬升的过程中 引擎就遭到了鸟疾 导致两具引擎通通熄火 机长沙林伯格在判断无法返航 也无法迫降其他机场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紧急降落在 哈德逊河的河面上 结果就像拍好莱坞电影一样 机长用它高超的技术 用滑翔的方式 缓缓下降 之后用机腹触水滑行 直到完全静止 破降后的紧急疏散过程中 旅客也都保持了秩序 全部顺利地逃出 沙林伯格机长 在反复检查后 确认机上已无乘客 才安心地离开 虽然有五人受伤 但拳击所有的乘客 统统保住了性命 而这名机长高超的技术 临危不乱的态度 也因此被美国民众 像英雄一般的推崇 这个故事也因此被称作 哈德逊河的奇迹 这样精彩的事故 好莱坞好像并没有拍成电影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看到这样的飞机 迫降成功的在河面上 好像很容易 用讲的当然很容易 但我们专业的机师要告诉大家 这真的是有天使帮忙的奇迹 正常来来讲 其实飞机不是这么容易降落的 对吧 我当初看了新闻 我一直在想 这个机长 他落地后 他离开飞机后 踏到陆地上 有没有去买乐透彩 真的啊 怎么啦 他的运气实在是 真的是太坏也太好 为什么 一般来说 你两个放弱机 会同时吸鸟的几率 真的是很低 也是很低的事 很低很低 第二个情况来讲的话 他的落地的地方是河 不是海 因为河面来讲的话 很少会有浪 我不是说哈维峋那天没有浪 但是一般来说 你要知道 那个飞机在高速情况下 去接触到海面的时候 他的硬度是比陆地还要硬 对 陆地还要硬 OK 那他可以做一个迫降 是没问题 但是呢 当他速度变小的时候 因为表面张力关系 所以他变很硬 但速度变小 他的水性就出来了 例如说有一下 一所PR飞机就这样子 他落下去以后 也是落得很棒 下去之后怎么样 因为他机翼可能会不平 因为我说 因为水的时候就有黏性开始 他把机翼可能黏到的时候 怎么一个测滚 啪啪啪啪 就像这个画面上 这个一样 整个就完蛋 整个就翻过去 而且像这个机长 我所知道的 他能够安全 所有没有撑壳能够受伤 他真的很幸运 一般落海飞机 几乎是没有这个情况 一定会有人受伤 而且像我以前飞F1的话 我们是不是如果说碰到 有海面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真的是没办法飘到陆地的话 对不起 对不对 握柄升起板机扣押 跳伞 而且这边还有跟各位观众 做个简短的一个报告事情就是 如果说你很不幸像哈德逊这架飞机 落在哈德逊河上的话 记得你不要慌张 你不要就在这个座舱里面 机舱里面就把你的求人背心给拉了 那会逃不出来 为什么 求人背心膨胀后大家就完了 就很惨 可能飞机就沉下去 所以观众记得 求人背心如果说很不幸或很幸运碰到的话 求人背心不要拉 出了机舱以后再拉 不要再拉 整个人都急死在里面 好所以这就是真实的故事 不过我相信好莱坞也有拍这样子的 机师展现高超技术的电影 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捍卫真相里面的 这个一个电影里面的机长高超的技术的片段 ycz心 呢 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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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快 十三日快 十三日快 十四日快 好 看到電影真的是拍得很刺激 但是如果在機上的乘客看到這種情況 應該像剛剛片段一樣 嚇都快嚇暈了 結果真實的新聞 在去年有一起類似的這種 要在海面上迫降的一個情況 結果竟然有一位淡定哥 超淡定 雖然飛機一變在迫降 他竟然還有心情自拍 而且一直到他拍完 所以看到了整個過程 對 我們現在看到了一些 所謂的墜機的整個過程 尤其艙內這些所謂的乘客的慌亂 都是電影上面根據模擬的這種狀況 真實的狀況 就最近有沒有在YouTube上面 一個非常有名的影片 這影片是一個男子 他到夏宇宇去玩 坐了一個上面有八個乘客的小飛機 一開始的時候 他本來只是要記錄整個的一個飛行過程 他給自己做個留念 沒想到這個攝影機 你拿出來之後 記錄到什麼 記錄到是整個墜機的過程 而且他都沒有驚慌 還繼續拍 對 他可能很愛拍 超愛拍 愛拍得要死 所以其實在整個過程 我們看到整個畫面有沒有 慌亂成這樣 整個震盪成這個樣子有沒有 就真的看到飛機 在海淹上這樣 對 都進水了有沒有 他還在拍 這樣子 他一點都不擔心 我跟你講 如果他那個時候 如果不是他本能求生的話有沒有 我說實話有沒有 萬一他真的那一天不幸就罹難了 你會看他手上還抓了那個 還在拍啊 這麼敬業 這個叫做超愛拍好不好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過程中 除了這個整個撞擊到水面 飛機撞擊到水面 進水的畫面 還有包括這乘客 慌張的有沒有 爬出這個飛機外的這個情況 這不是拍電影 這不是拍電影 這完全的真實的狀況 因為這樣他非常非常紅 這一次的一個 這個小飛機的一個 這樣子墜海事件有沒有 雖然有沒有 大多數的乘客都很好 但唯一有一位 不幸你爛 這個65歲的一個老太太 還是有人上身就是 對 但是呢 這個老太太後來之後 就延伸出一個所謂的八卦傳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65歲老太太有沒有 她是夏威夷州的一個 衛生廳的廳長 叫Foodie 這個人在美國很有名 為什麼很有名呢 因為他過去的時候 歐巴馬在竭選的時候 質疑歐巴馬的出生地是假的 因為這樣子而聲明大照 但是你想想看 這是整個那個最近世界面 大家都活的 結果這個老太太有沒有 不幸就罹難了 所以就有人講說 會不會太陰謀了 這個如果不是外星人幹的話 有沒有 大概有可能就是這個 壞兜的美國人 你們怕得西洋也把他幹掉了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八卦傳聞 真的是八卦的傳聞 先請大家稍後片個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帶大家去環雨蒐起 現在你要買東西回來 DIY自己做 什麼都可以做 不只是家具 衣櫃什麼可以自己做 現在連車子 都可以買回家自己做了 待會回來 我們帶大家來環雨蒐起一下 平常我們現在到這種 連鎖家具店裡面 可以買到這些家具 衣櫃書櫃 什麼東西都可以買 而且自己帶回家 自己動手來組裝 比較便宜 好像又有這種自己 完成的一個成就感 蠻有樂趣的 現在時代又進步了 義大利竟然有一個汽車公司 已經研發出來了 就是你將來自己做 來客人直接到這邊買了一台車 他幫你運回去 你自己把它給組裝起來 都可以上路 這樣的車可以開嗎 蕭誠哥 能不能開我是不知道 反正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哪一個城市 國家有沒有 發的這個合法的這個牌照 給他有沒有 真的啊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買了之後 可能在那沒拼拼玩笑 爽的要死有沒有 開不上路 這個是義大利的一家公司 OSV 這家公司有沒有 他研發出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就是說他把汽車可以DIY 這個DIY的情況的話 他分成三種動力 我跟你講很厲害喔 然後呢 一種是傳統汽油 第一種的話就是所謂的 油電混合 第三個的話是電動車 就是說現在的新科技也可以 融進去 他也有所謂環保跟綠人 概念在這裡面 他的做法是這樣 很簡單就是說 他把這些材料有沒有 就像我們一般有沒有 去那個什麼IKEA 那個公司有沒有 買來之後 他就這樣一件一件 把它送到你家來之後 按照他的所謂的那個說明書上面 自己組裝 他愛怎麼裝 就是讓民眾 我買回去了 我可以自己裝一台車出來 而且不是遙控車 是真的可以開的 我跟你講他裝完之後 他有分成那個 兩人座跟四人座 兩種款式 他的名稱叫 城市虎貓貓 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以輕便為主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面有沒有 你如果不想要外殼 就想要這樣子 OK的 沒問題 刮風靈雨有沒有 曬太陽都很爽 這樣 但如果你想要外殼的話 很抱歉 你就自己想辦法 還要另外買啊 還是自己也裝 還要另外買啊 買完之後你還可以自己再裝 裝上去 所以就是說 他告訴你就是說 裡面這些東西他提供給你 外面的這些 外殼這個部分上 包括顏色啊 要用什麼材質有沒有 你自己想辦法 那性能怎麼樣啊 這真的感覺 好像遊樂場的賽車啊 它時速最高 可以高達85公里 那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這樣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擁有一個 自己屬於個人 客製化 個人化的 這真的這麼好組裝嗎 這樣裝這個要裝多久啊 一般沒有那種工具 要怎麼裝啊 他有做過測試 我跟你講一般人的話 有沒有 大概差不多一個小時 就可以裝好一台車 你在那邊拼一拼的話 有沒有就出去 就可以開一台車 回來可以再拆掉 對 最快的話可以到試騎一分鐘 我跟你講 你記得以前有那個 什麼007的時候 不是有那種 自己組裝一個什麼東西 有沒有 組裝一個什麼 個人直升機啊 還有組裝一個什麼 個人的一個 這樣子什麼的 汽車啊 或者是那種 其實概念是差不多 這樣子 這個未來的有沒有 大家都很看好 所以這樣以後大家就可以自己來買車回去弄啦 謝謝各位 下次再會 掰掰